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做穿梭阴阳界 男主小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医生 因为小明本身患有假死过敏症 这种情况给其他医护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小明总是怀疑病人还有生命 甚至就算生命体征消失 小明也还在尽最后一秒的努力抢救 这种执着的精神也把同事小美收入了自己的粉丝行列 这天小明查房的时候发现一间病房住着自己曾经的好友阿红 阿红的精神方面处理一些问题 每天都在吵吵闹闹要求出院 不过都遭到了医院的反驳 这一天小明去看望他却被告知阿红已经出院 小明没有在意这件事 平时无聊的时候小明特别喜欢去停放尸体的异装 为的就是查看一下有没有死而复生的尸体 很快小明就和自己的小明妹小美在一起了 这天两人相约去酒吧约会 偶遇了正在做陪酒女的阿红 阿红招呼了一句就走开了 原来阿红曾经特别爱慕小明 但小明只把阿红当做玩伴 一个由于家境贫困早遭辍变成了陪酒女 而另一个则一路考上大学 小美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和小明的差距 这天阿红偷偷来到小明家去勾引她 结果遭到了小明的拒绝 为了使阿红放弃自己 小明为她介绍了男朋友 这天小明带小美出去约会 在吃饭时突然被火锅里的火给吓到 这时小美才得知小明有过童年阴影 小明小时后她父亲意外去世 可是刚到阴间 阎王就算出小明父亲阳寿未尽 还剩下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和家人告别 结果家人刚把她的尸体放进焚化炉不久 父亲就复活了过来 父亲在里面大声呼救 可惜焚化炉的门怎么也打不开 只能一直在炉里被火烧到了阳寿尽了才能死 此事之后连续经历了两次丈夫死亡的母亲 一伤心过度去世 一段日子后小美不幸地被查出手外里长有肿瘤 医院检查结果表明小美需要立刻截肢保住性命 但同样身为医生的小明坚决反对这个方案 她认为自己女朋友的状况还没有这么糟糕 希望再次确认 偏偏这个时候 阿红发现自己依旧是是挨着小明无法自拔 而小明对小美的不离不弃也让她特别伤心 小红知道小明有去逛艺庄的怪癖 为了能让她多看自己一眼 阿红最终选择了自杀 小明总觉得阿红处于假死状态 可怎么抢救 阿红都没有清醒 与此同时 医院又进一步对小美的肿瘤进行了检查 检查结果表明肿瘤其实是良性的 上次只不过是误诊 最终小明和小美幸福的在一起了 电影就到此结束了 爱情和生命是这部电影